混蛋 一会儿不在 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 身为一个宝贵干部 居然殴打本厂的职工 你知道你这个影响多坏吗 不是 不是 他们先动的时候 你看 你看他把我打的 脱开 你现在把人家打的 好几个人都住了院了 你下手也太反了你啊 你练拳击的 不是 我这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这靠你 我没练过什么 我什么都没练过 大爷 你有点政治头脑吗 有意识吗 咱们二零二厂 这么重要的单位 居然出这样的事情 弄不好我这客厂 都给弄下来 你 停车 反省 做深刻检查 就这么严重吗 闭嘴 还有 你去买点东西 去看看人家 给 意思一下 安慰 安慰 最好这个事啊 能够在厂内部消化 就完了 没有 没有道理 那 干什么呀 买东西不得要钱吗 你自己钱呢 我钱根本就不归我管 在我规矩那儿 自己想办法安排 快走吧 出手也太狠了 看来真不能把这个小子给惹急了 王处 那几个星辟已经查清楚了 就是一些行为比较恶劣的工人 告诉马东 让他着心处理 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用起来 明白 是吗 我是马东 在昨天晚上 与本厂志工王一航的五人 在路上发声口 来 谁呀 自己 老婆 来 什么事儿 我听说你把人家打坏了 自己也受伤 我这边有一瓶紫钥匙很好用的 拿过来给你涂一涂 这个吗 坐 好 天头 后悔了吧 我除了来送紫钥匙以外 是想跟你道歉 白天我不应该拿那种态度跟你讲话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了 最近我的情绪特别糟糕 我理解 冯淑雅呢 聪明 漂亮 有气质 又是个好姑娘 所以我的危机感就很重了 你理解我就好 不是 那你也不能整天兜里揣个醋瓶子 没事就给自己惯也好 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我觉得蛮好的 我喝醋我说明 我在乎她 我喜欢她呀 你不也蛮喜欢书雅的吗 看着我的眼睛 你要干什么 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马东跟冯淑雅同志 一点关系都没有 萝卜青菜够有所好 不管它是再水凉的大白菜 我马东就喜欢吃萝卜 你明白了吗 什么菜不菜的 多难听啊 好好好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说点别的好不好 我总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吧 什么 你看啊 你进场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和冯淑雅 冯总工程师搞那么好关系 还能去她家里 这完全是凑巧 我不经历当中帮了那个冯总工程师一个忙 她呢想提携一下青年人 想让我多读读书 想让淑雅给我补补课 就这么简单 这道关系好啊 马东啊 你不知道 我做梦的是 在想 每天晚上能到冯总家里待一待 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人没有机会 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 行 看着你给我送紫药水的份上 你真的认为我是个威胁的话 我可以不去上课了 再说了 她给我上那些课我听了也费劲 不不 去 还是一定要去 你要晓得 冯总工程师可不是轻易看上谁的 她看上你一定要去 只是 我想拜托你帮一个忙 什么 你呀 帮我搞清楚 冯淑雅最近 最喜欢什么 简单讲 你帮我做一回特工 好不然 我凭什么当你的特工啊 你不觉得这么做 这这多小价子气啊 你这样讲让我很伤心的啊 我们是邻居 我把你真心当朋友的 还凭什么 小价子气 追求爱情怎么做都不小价子气 好好好 怎么样 我 我帮你 你帮我什么呀 我的屋子里面有 家乡寄来的一点牛肉干和点心 我分一点给你 真的 这还有假 拿去 事情还没有成啊 我可以先给你一半 好了 事成之后另一半 就这样讲定了啊 等等 不对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 牛肉干 就给我打发了 我亏得好 那 那你要什么 检查 这份检查归你写 这个简单 这个我经常写的 我可以写 这样牛肉干就不要了吧 当然要了 你老小气了你 这发生打架事件 这 检查 这干吗呢 你凭什么给人马东一处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怎么跟我没关系 关系大了 这马东是我哥们 他都把人打成那样了 都住了院了 我不处分他行吗 那我以前还打人呢 不也没事吗 你跟他的情况能一样吗 那一样 我说一样就一样 反正不管 马东那处分你必须得消了 他刚进场几天 要被处分以后怎么换呢 姑娘你傻呀 我处分了他 只有他走了 你才能进来 你还真好意思说呀 你保佑一颗磕掌 你也不怕人听见 笑话你 你这些花花肠子 趁着收起来 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进场的 再说了 这马东打架那是为了我 他是我的恩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你女儿的恩人呢 他怎么又常都为你了 对不 反正事情有点复杂 年轻人的事 我说了你也不懂吧 反正不管 这处分必须给消了 消不了 汪崇伊 今儿晚上你自己吃饭 没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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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东 出来 我 出来呀 不是 我们这正忙着呢 走走走 出去出去 咱们出去说 走 走 走 什么样子 我的呀 爷爷 刚才你跟你爸吵架我都听见了 我谢谢你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不是 你谢我干吗呀 这事明摆着就应该我谢你啊 这 这 这谢了什么呀 你怎么受的伤 打架 打谁 我 王宇航 你看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 你不就是因为我去打的王宇航吗 那说清楚点 哎呀 你别装了 虽然这事我挺不好意思的 哎呀 不就是那天 王宇航欺负我 你来看见了 你一要回身他不就走了吗 那你肯定把这事记心上了 就回头你就替我握仇 把他给打啊 不是 你你听我解释一下 哎呀 行了 你别解释了 反正咱俩人情两清了 啊 两清了 好好好 以后你在二零二场有任何事 报我孟宗男的名 没问题 全部都能给你摆平了 啊 来了 reasons It seems you wild horse is not wild at all why c happy we hide ourselves in the crowd we don't fight little punks in the street 是嗎? 沒有 我请你 马冻 马冻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过来上课呀 到你家补习功课 我觉得就够了 你觉得我讲得不好 还是怕我提问的 不是 你急了呱拉的 我也听不懂 那书买了 买了 你看 传播工程啊 你这脸上怎么搞的呀 打架打的吧 这你 你也知道了 全场都知道了 挺本事的呀 不是 成立已经给我处分了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觉得倒是有这个伤蛮好的 很难忍的 行了 上我们家补习功课去吧 好好好 好 要不然叫企先一块去吧 有他也挺热闹的 不不 我不去 你们去好好补习 有很多人也找我补习 那行 那我们先走了 好 走吧 我去啊 顺利啊 你 你的窝啊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坐这儿吧 好 你 你喜欢苏联文学啊 我爸当年在苏联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苏联小说 我受他的影响也喜欢了 你喜欢文学吗 还行 你还喜欢这 这东西啊 蒙龙诗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我 我 不 我不行 为什么 这个 蒙龙诗吧 这 我总觉得他不太着调 这伸一脚浅一脚的 有上句没下句的 啥事都说不清楚 所以他得朦胧 是吧 女孩子肯定会喜欢的 男人啊 那陈天潜也喜欢啊 他呢 应该 好 比较特殊 我问你 你觉得小马这个人怎么样 这不是刚认识吗 不过小火旗下得好 有水平 我看不怎么样 你看他吃饭那个样 没休养 他可千万别和咱们舒雅 搞到一块去呀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看见年轻小伙 就跟女儿联系在一起 着魔了 我这不是担心吗 要是舒雅能找到一个 合适的对象 能够拴住他出国的那颗心 我就踏实了 冯老师 你赶紧回去吧 没事 我正好出来透透气 我送送你 马栋 我问你个事 你那天打架 就不害怕吗 我说冯老师 这事都过去 你别 别再去 我说的是真的 我就是好奇 你 当时一个人对付他四个人 那几个可是我们厂里 出了名的小混混 他们打起架来可厉害了 你学有功夫啊 这 什么功夫 你真想知道 其实打架呀 很简单 最重要的那就是冷静 要找到敌人的空当跟弱点 先发制人 一击之命 真的 改天你交了两招呗 女孩子学什么打架啊 防身用啊 你还用什么防身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着一保镖吗 谁啊 陈几前啊 他呀 他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他哪行啊 他那小身体 连我都打不过 你做过他 我有那么野蛮吗 开玩笑 开玩笑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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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 下半天啊 干什么 怎么样 什么 你的衣服下半截哪去了 假脸子嘛 都这样穿的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家彩繁 剪得很好的 不不不 你穿着吧 怎么样嘛 什么 船舶制造 怎么样 辅导的 挺好的 那我拜托你那件事情 搞清楚没有 什么事 舒雅 喜欢什么 你着什么急啊你 人生不可以乱错过的 我们一直在上课 也没 对了 一开始啊 我跟舒雅讨论过蒙龙世 蒙龙世 她喜欢吗 她挺感兴趣 不对啊 大学四年没有听她喜欢过蒙龙世 反正她喜欢我不喜欢 好 你为什么不喜欢 这有话不好好说 有上去没下去的 这跟你衣服穿的一样 走了 你这 来 跟蒙龙世跟我假领子有什么关系啊 我 妈 蒙龙世 好呀 来 进来 陈队长 嗯 您找我 你坐 来 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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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这 这 万败比了 您 这事不用紧 我今天 我是代表党会跟你谈话 我怎么了 是啊 是啊 厂里边现在生产形势非常好 各个车间都在超越完成肉 相比而言 你们的这个保卫部门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你作为领导有很大的责任哦 你说的 干嘛 你个瞎的 不是 是这样 身为党校呢 要搞一个学习班 主要是要让 几个大的军工企业的负责人 去学习一下先进的保卫理念 党委员就决定了 派你去 好好学 学好了 回来 把工作抓上去 去省里 党校学习 好 不欠 请领导放心 坚决完成任务 想不一条 去吧去 去整个去吧 插上房 我走了 你看这报告这么写才合理 您觉得呢 总龙啊 过去 把我的箱子拿下 好的 好的 好 来跟大家告个别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呀 工作上大家都分担一下 有不明白的就为薛大姐 放心吧 科长 这儿的一切交给我们了 好 好 好 您的这次学习机会太难得了 省里举办这样的干部学习班 就是给局级干部准备的 说不定您去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直接被分到哪个厂子当厂长 哪里来 到时候别忘了我们 不会 来来来 帮个忙 我哪能舍得这些大伙呢 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有感情的 最想的感情了 是 是 是 八东啊 不在的这些日子啊 你仍然要加强学习 加强对自己思想问题的认识 您放心吧 我最近一直读书看报来着 争取那个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好 好 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进步 好 我得走了 车呢 在楼下等我呢 看见了 还小劲车呢 平时都是接送陈厂长的 您太牛了 哪里 哪里 来 开找您箱子 好好好 好 走了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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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送我了 那我一边就送信 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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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要留步 留步 别送 送去 送去 送去大房口吧 送去 送去大房口 好 再见啊 慢走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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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看 怎么样 我这也走吧 您说的太少了 最好别回来 是吧 快走 王尔长 汪女身体 太 怎么能够 王尔长 您这边要出差啊 啊 呃 程链开格会 要組邝科长 出差啊 啊 是 程链开格会 来 董事长 出差啊 对对对 省里 到省里开会 上班啊 对 不是 出差 到省里去躺 你这就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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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一会儿 一会儿 韩主任 韩主任 忙什么呢 领方便 这车冒这么大烟 修车的 你可真会开玩笑 修车哪是我保卫科的事啊 去省里 都省里办了个干部妥产评训班 得去几天 保卫这边有什么事 你找薛正华 小薛 处理不了的 等我回来 好 行 行 谢谢 谢谢 我忙你的 行 走吧 你先去省里 开车 少长啊 没 没 谢谢 这车是该吃过 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给他 可以出去啊 好 好 你成立了啊 抓住我 不行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解释了 解释了 DOUBT MY ABILITY! DOUBT MY ABILITY! He clearly underestimates me. All these questions are ridiculous. I'll deliver the results very so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段时间说身体不得好 好了 再见啊 等等 谁都不许动 刚谢 刚谢 韩伟光主任 这怎么回事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别别别 我问你呢 怎么回事 我从车间不小心 踩的 应该不会啊 我们都清理过的 对啊 对啊 这都 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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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叔 齐大爷 韩伟啊 耽误你点工夫 到传达室力行检查 查吧 查吧 赶紧查完了走走走啊 好 去到警察啊 走走走走 耽误客吗 门为老齐 我在对韩主任进行例行检查 只发现葛一刚械 怀疑是从鞋底带住 现申请对韩主任的鞋 进行全面检查 请批准 好的 我马上检查 请把你左脚的鞋脱下来 我的鞋怎么划 请你配合 例行检查 では Hai 佛音 就是 鹿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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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怎么又问我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就是笔刷型 你要不弄坏了 你得陪我 请你配合 例行检查 假如从里面翻出东西来呢 那你要翻不出来呢 这不得了 翻出来 翻不出来 只有洞洞这个才能知道吧 这又是什么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报告课吗 初遥 初遥 找我有事 你要帮我吗 产子里有人害我 有人害你 对 你别瞎说 我没有瞎讲 机器出故障那件事情 你不感到蹊跷吗 最初机器用过来的时候 调试一切都是正常的 才用了多久就出问题了 而且我发现 数据被人改过了 被人改过了 就是 就是因为数据改才引起 机器出现了故障 我把那些改过的数据都记下来了 但是只有到资料室查到原始数据进行核对 才能给我清白 不然我一辈子在厂子里都抬不起头 那怎么办啊 我又没有资格去查 你是没有 但是你爸爸有呀 全厂子就你爸有资格到资料室去查的 你求他帮帮忙啊 苏雅 我厂子里有没有别的朋友 就你这一个朋友 你不能眼看着我被人坑啊 行 好 厨长 阿美光偷在厨厂的钢鞋成分 已经检验出来了 确实是Q1特种钢 但是具体是哪个批号的 还等待细化调查 您看 你先找他聊聊吧 好 好 注意说话翻寸 不要暴露工作意图 明白 谢谢 韩伟光 我们是审国家安全厅的 主要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这个鞋子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这一双鞋啊 一直穿在脚上 这 从来没离开过 那根里是石的 里边怎么能藏东西啊 这个我们先放一下 可是我们了解到啊 你最近的情绪不是太好 你是不是 遇到了什么问题了 没事 跟我说说 是家里的呢 还是工作上的 没 没什么 那么 九月十九号前后的事 您还记得吗 你了解的 真够细致的 吴院长都跟你们说了 探上这种事 蒙不丑吗 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 你别激动 喝口水 谢谢 这个 吴院长是跟我们说了你的情况 可这毕竟都是别人在传话 有可能说不准 所以啊 我们就要听听你自己说 我觉得我肝这个部位 特别不舒服 总之 滋滋烙烙地疼 真是怕得病 我一直 不敢去医院看 到了九月初 疼得更厉害了 我就去找 市第二医院的吴院长 帮我看一看 他一摸说我那个肝脏 好像长了一个肿瘤 介绍我到他的一个同学 市第二医院的刘院长 跟我看一看 九月十九号上午 结果出来了 我肝脏的确长了个肿块 但是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得开刀以后切片才能知道 我真怕是得癌症 我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 压力特别大 晚上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 白天什么事我记不住 那你为什么不舍说 我们车间和我的岗位 都是特别重要 你们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 我怎么能去开刀呢 你以前在厂里边 有什么对立面吗 没有啊 这为了工作上的事 是说话深一句浅一句的 谁知道得对什么人 我真的不知道啊 马冬 有件事情求你帮个忙行吗 你是保卫干事 能跟有关部门说上话 你能帮我师父一把忙 我了解他 他肯定不是坏人 那钢蟹弄不好 是不小心沾上去的 有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不小心沾上去的 也是沾在鞋底上 不可能跑到鞋跟里吧 也是啊 国安部门经过对韩伟光 反复地调查 审查 基本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 最终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韩伟光身上携带的钢蟹 与查理身上携带的钢蟹粉末成分 完全一致 同属一批产品 咱们给对手施加了净压力 对手就绷不住了 拿以前窃取的Q1的存货 陷害韩伟光 想让一个为国家 国防事业兢兢业业的好同志 去给他们当替死鬼 转移咱们的侦查视线 而现在非常清楚 这个对手 离韩伟光很近 就在他身边 马上调查是谁在陷害韩伟光 那马东那边的工作呢 你告诉他想他安逼不动 厂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用他动 会有人先动的 今天把大家叫来呢 是因为厂里有一个重要的决定 要求立刻传达给每一位职工 最近呢 韩伟光同志在门岗接受检查的时候 被发现鞋底里有特种钢材的残屑 现正被上级部门审查 不管他处于什么目的 但从厂里往外带伪禁品 都是严重的错误 甚至是犯罪 所以经厂党委会研究决定 撤销韩伟光同志三车间副主任的职务 等审查结果出来再做处理 同时厂里要求我们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此为鉴 要遵守厂计厂规 遵守保密规定 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马东一直怀疑有问题的韩伟光 被排除了 但韩伟光事件 恰恰说明那个隐身人动手了 那远了又远了的 是他 那远了又远了的 那近了又近了的 是他 那重重的由鸡云引爆雷电 让普通的灵魂熠熠 令诸神托福脚下的是他 那轻轻的一风流 以油箱以若无若有的手 好处在人生的暗船上牵住隐语的是他 陈希侠 几点了还不睡觉啊 齐师傅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正在朗诵师 一下子这个就很激动了 马上就睡 早点睡吧啊 好的好的 好的啊 管闲事 打断我的私心 我 那哭 那哭 痛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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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来 谢谢 来 早了 早 早 早 这个图真难画呀 这个图真难画 你的吧 现在是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盲龙诗啊 我不光知道你喜欢盲龙诗 我还知道这一本盲龙诗你没有 因为它是精选 全是新华书店找遍了 只有十本 我托朋友搞到的 现在是你的 不不不不 先放我这儿 我看完以后啊 再还给你 再说 好 再说 好 你最喜欢谁的 当然是枝枪树了 树亭的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 潘元的林霄花 借你的高知 炫耀自己 太棒了 撒金啊 没想到 一个喜欢福尔摩斯的人 也喜欢盲龙诗啊 这个不矛盾的 还有一句 北岛那句最有名的 你说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多好的诗啊 写出一种境界 对 里边有一首啊 重点 诗人与 诗 诗与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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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记得还清楚 慢慢看 好啊 看完之后我们交流吧 帮忙出去啊 别晾到这儿 不好走路啊 好好好 来 张主任 张主任 哪个时候请客 你叫什么 张主任啊 别乱说 我没乱说 你看这韩主任 不是抓起来的吗 可他这位置 他有人填上吗 就咱们车间 有一头算一头 也就你和陈其前 能接他的班 不过我看这个陈其前 论资历论能力 他逗不住 所以说是没游戏 行行行 别说了 上班 别乱说 他走 有人要害我 你有狂想唱吗 谁会害你啊 厂子里那个机器的事故 记得吧 嗯 我告诉你 机器为什么出故障 有人把数据挑过来 你想想看 我是机器操作员 只有我多人得以的 干吗机器一出问题 黑光我背定了 挑数据干吗 您败着陷害我 那谁能陷害你呢 为什么呀 掌控掌控 行行行行行 你一个大工程师 为什么会害你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有才卫啊 因为我威胁到他地位了 所以他要赶紧帮我派进出场子 好 稍不留意我就会超过他 讲真的才华有的时候 不是件好事情 像你这样多好了 也不会有人害你 也威胁不到别人 你 你自己先陶醉着吧 我要是他 也得把你挤得出场 你说什么话啊